八角 高里头 味皮 高里头 香叶 高里头 孙然 高里头 咱也高里头 全部高里头 行 有本事你就把小爷我也高里头 阿姨 我回来了 我派人给你送的新衣服穿了吗 我派人 这锅干嘛 要给我做饭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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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阿姨 你 你穿上新衣服还挺好看的 你做什么 快把我放下来 你个刚化型的小仙兽 什么时候学的索仙咒啊 想剖我单 坏蛋 今天 对你 对我 你就记得我 我剖你单的事了是吧 你怎么不记得我对你的好的啊 我 我照顾你 我把你敷出来 你换成人形我还给你换新衣服 这些好事你怎么就不记得呢 你先赶紧把我放下来 我们好好聊 我铺 aga 芭蕊 高历桃 柠檬 高厘桃 叫 你 你 这样 赶紧把我放 你什么时候偷了我的乾坤袋 你别乱动 里面都是一些灵符仙器 你用不好会被反噬的阿燕 阿燕 喂 你 你真来啊 臭丫头 跟小爷斗 你还嫩了点 你真别乱用这些仙服 这个仙衣的像啊 好服啊 快给我 阿燕 阿燕 快把服给我撤了 这个服器 这个是电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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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解开 这个就不能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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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皮肤 阿燕 你 我 够了没有啊 臭丫头 小爷我要是认真起来 你小蜜可就不饱了 你别碰你把刀 把刀 你这就过分了 既然你换了行 咱们就得讲讲先见法则 君子道一把 实话实说 你是我帮你从大理府出来了 对吧 你现在不报答我的养育针 就算了你还想要一张赌报 我 我你 刷刷刷带你玩个更好玩的 别说话 这小子每一点长进 还能被个小仙兽止住了 仙山 闪门隽 师尊 阿静明册上这血光 是劫难破尽之兆 他向问天使许的以身应结之诺 还是没有躲过 这水灵兽 正是他的劫难 千机算尽 仍躲不过天命啊 古济乃地眷真神 和一鹤真神心头血化成 继承了最古老 纯粹的混沌血脉 怎么会怕一个 小小水灵兽带来的劫难 这水灵兽来得古怪 为师看不透 他与阿静的未来 若他带给阿静的是万劫不负 神死神霄之劫 真神也不可幸灭 一个不值一提的低阶仙兽 敢威胁到小神军 杀了就是 是 贤膳 这位正是青池宫掌宫 红绸大人 他自神界下来 是一直看护晓神君长大的 贤膳 见过红绸大人 东华你等知道 我下留仙剑 看守青池宫 只为等候小神军 重返神位那一天 我将你大泽山山门卷路 记载掌心 时刻挂念这小神军的安危 就延违 我信不过你 红绸大人 还是如此不留景面哪 就因你没及时阻止小神军 才让他以身应节 换那火风身机 当天若是我 宁可我上闻天路 也不会让小神军 有丝毫受损 火风一脉 纵然珍贵 可怎比得了小神军的安危 如今这劫难破解 你还不尽快 把这低阶仙兽 抓出来处置 万万不可 小仙兽也是三界圣灵 岂可随意杀罚 颐和真神早有诏欲 不可为小神军 乱了三界秩序 此举为天道 也会损害小神军自身机缘 我可试试 避开此劫的法子 好 那便试试 若你的法子不成 我便用我的法子 处置你相守 喂 你 你到底想干吗 早 听什么听你的 我才不走呢 为什么不早 我听什么听你的 这是什么 穷奇吧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开心了吗 臭丫头 好 聪明 这穷奇最爱吃的 就是火福了 该怎么夸你好呢 虽然是聪明些了 但这符咒 估计撑不了多久 好